不断烦恼能成就 没人相信 其实 尽忠断烦恼的方法太巧妙了 巧到什么程度呢 不断而断 夜章不消自消 这方法太妙了 这什么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万德鸿鸣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释出世间一切法的功德 阿弥陀佛第一 这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包括什么功德 包括 摄奥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从初发心 到无上 成无上到 所有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头 你说这还得了吗 阿弥陀佛强陀佛 那是 业障不消啊 业障自然 也消掉了 这一桩事情 大家好好的 舍地不尽 舍地不足及 一遍两遍 恐怕你没见到 我学这个经根柱 这一遍是第十二遍 我才看出来 我才能说得出 这么一句话了 一句名号里头 韩世 摄奉三世 一切祝福 从出发心到成无上道 所有功德都在里头 念这句佛号容易念 了解这句佛号 认识这句佛号 不简单 你真了解 真认识了 能不念吗 不可能 知道念这句佛号 是世出世间 头灯大死 念这句佛号 才真正的是 人生最高的相守 最高的相守 断烦恼 小业障 成就无上菩提 成就无上功德 不就是这个吗 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可惜的是没有人知道 还有很多人要把这个 灰几本烧掉 他不要这个佛报 不要这个功德 那就没法子了 他为什么不要呢 他不知道 不是火 于是我们在笑的 念佛的功德 真真不可思 下连老汇集这个本子 又如释迦牟尼佛再来 释迦牟尼佛出现的事件 干什么的 就为一种死 仆度众生 结成佛道 就为这种死 用什么样的手段 能完成这桩大死 用幸运吃命 求生净土 手段 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功德就圆满了